刷抖音时总是看到一些明星的视频 还是挺惊喜的 最近古丽娜扎发了一个在外 做活动时休息的视频 视频里古丽娜扎脱了厚厚的棉衣外套 说是穿太多行动不方便 而且室内有空调 看着视频 觉得古丽娜扎心情很好 和粉丝分享了很多零零碎碎的事情 高兴的时候还会把助理 给她的水果送给荧幕前的粉丝 逗粉丝开玩笑 古丽娜扎活泼的样子 很让粉丝放心 和平常那个内向不说话的 它差别挺大的 但是大家都说这样的娜扎好可爱 然而娜扎的这个视频被网友刷到的时候 却是大吃一惊 网友一度怀疑自己认错了人 以为这不是古丽娜扎 后来仔细看了名字和照片 才发现真是那扎 只因为视频里的那扎鼻子很特别 让网友产生了怀疑 说的是没错了 视频里那扎的鼻子非常的尖锐啊 有网友评论说那扎的鼻子像女孩子的高跟鞋 形状很像 还有网友直接开玩笑说就是皮诺曹的鼻子啊 是有点长了 其实古丽娜扎以前刚出道的时候 鼻子确实不长这样 没现在这么挺拔 还有点短 中间也有点骨头涂出来 虽然不是特别好看 但是鼻子丝毫不影响那扎的美貌 古丽娜扎以前在节目上也公开说过 自己对鼻子不满意 想整容 想要一个国外那种的小翘鼻 想不到那扎这么美丽的女孩子都这么没有自信 竟然还想整容 也是挺奇怪了 后来那扎的鼻子就真的开始不一样了 写真照里的鼓励那扎 鼻子比以前要直要挺了 虽然不是很翘 但看着很自然啊 现在那扎的鼻子是越来越翘 和以前没整过的样子对比 高了不知多少 这次视频里还被网友说是像皮诺曹的鼻子 希望那扎不要再整了 太翘的鼻子和五官不协调反而不好看 这么好看的妹子不要到时候 整坏了就追悔莫及了 本文由头条号个人原创 首发头条平台 首先感谢大家点开小编的文章 社会是个大家庭 每天都有事情发生 不管是负面的还是正能量的 小编都会为大家发布最新信息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勇往直前路永远就在脚下 勇往直前你永远是最高的那位 相信自己 一切皆有可能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添加关注哦 在此小编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钱包鼓鼓最近那鼓励那扎热恋 期间的撒娇视频被前男友恶意曝出 那扎作为受害者 视频不仅没有被删除还一直在传播 部分网友们看到这个视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攻击那扎 希望大家清楚 做错事的不是那扎而是那个放视频的扎人 视频内容是 那扎似乎是跟在身旁的男性撒娇 我特别美 特别善良 特别温柔 特别会包容人 然后特别成熟 随后 该视频中的男主被网友扒出 是网上卖衣服很出名的谢思雨 大学时期曾与鼓励那扎交往 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 我们也知道鼓励那扎公开宣布的男友也只有张汉 可三年的短跑中就以和平分手而告终 反观张汉为什么就不会那么做呢 我们不得不往那么难的是不是想趁那扎的热度方面想呢 但不论是本折怎样的出发点 这无疑就已经给那扎抹黑 曾经在湖南卫视的一档综艺 其中有各环节各自说心里话时 其他人都发表自己的感受 唯独她在一旁默默哭泣 后来她才向各位明星姐姐们诉说她被黑的悲惨经历 从她无助的眼泪中 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新疆小姑娘的不遗憾心酸 作为过来人的林青霞 看了也是心疼不已 劝她要看开 这个和林青霞女儿一样大的女孩让林青霞母爱泛滥 我们从她的眼神中不仅看到了理解还有一个母亲的疼惜 是啊 换为思考 虽然她们是明星 可作为明星的家人同样需要多强大的内心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遭受一切 那么古丽娜扎为什么被黑得体无完肤呢 这么美的不识人间烟火的小姑娘到底做错了什么 竟这样被网友口诸笔罚 原因之一就是她和张翰的恋情 人们熟知张翰和郑爽金童玉女般的爱情 更是有一群支持她们的粉丝 先入为主 张翰和郑爽分手后 许多喜欢她们两的粉丝还在期待二人的复合 可就在这时张翰被曝光了新恋情 女主角正是古丽娜扎 于是许多网友就开始无法忍受 古丽娜扎被冠上了小三的头衔 再怎么解释也没用 网友说你是你就是 于是在她的微博下面 开始了网友谩骂式的留言 其实古丽娜扎到底是不是小三呢 答案当然不是了 众所周知张翰和郑爽的分手 是在张翰不知道的情况下 郑爽单方面向媒体公布的 张翰当时很痛苦 极力挽回 可是郑爽去意已决 那时候怎么可能有小三呢 并且那时古丽娜扎跟张翰 还没有交集 小三之说并不属实 可那些骂曼对于娜扎来说 却是不可修复的伤疤 可贵圈的世界就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接下来的抹黑越发严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小三风波简简平息 现在视频高起 无疑对娜扎来说又是一次刺激 但无论如何明星也有血有肉 我们只期盼不要用个人道德标准绑架他人 给他一点时间 修复自己的内心 娜扎 加油 你的粉丝们挺你 点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大家的说法不一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留言 大家一起多多交流 感谢头条平台首发原创内容 鼓励娜扎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新疆的女孩大部分都长得十分的精致 再加上能歌善舞也是让大家一下子就记住了她 早起她跟张翰在一起练琴 也是曾经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张翰公布跟鼓励娜扎的练琴的事情 还跟郑爽分手没多久 于是也有网友猜测到鼓励娜扎是第三者插足 但是后来被张翰出面否定了 虽然大家都不看好两人的感情 但是两人也是在一起长达三年之久 后面分手的原因两人都没有细说 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鼓励娜扎公开承认过的男友也只有张翰一个 并且才采访中曾经表示过自己之前 没有谈过恋爱 不过最近的一件事情 仿佛是狠狠地打了她的脸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出一段视频里 而视频里的女生跟鼓励娜扎十分的相似 并且两人似乎是躺在床上十分的亲密 女方更是嗲嗲地跟男方撒娇道 我特别美 特别善良 而有知情人士表示 途中的男子鼓励娜扎在北殿上学的时候 曾经跟其交往过 男子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这个视频拍摄的时候两人还在热恋其呢 不过网友看到了 纷纷表示 分手了还铺前女友的料太渣了 也有网友表示 视频中的女子不是很像那渣 现在的美妞们都是追求以瘦为美 女孩们都希望自己能拥有苗条的身材 俗话说 以胖毁所有 很多人都在拼命减肥的路上 明星更是非常的注重自己的身材和形象的 古丽娜扎是非常好看的美女明星 不仅长相漂亮 身材也很好 穿衣搭配也非常的时尚大方 不过最近有网友在机场偶遇到鼓励那渣 整个人又是瘦了一大圈 身穿背心款牛仔连衣裙 不过很瘦的身材似乎有点撑不起 这么好看的裙子了 穿裙子都显得骨感 网友 终于找到不减肥的理由了 连衣裙是拉链款的设计 非常的个性别致 穿在身上多了几分的性感撩人 裙子长度刚好到膝盖上方 很好地展现了白皙的大长腿 不过这么瘦的古丽娜扎穿起来有些骨感了 是不是该考虑多吃点增肥了呢 点 其实古丽娜扎的衣品一直非常的好 像这种V领的裙装穿上也是先妻十足 不仅展现了美妙的身材 整体气质也是很美很优雅 古丽娜扎的皮肤也是很白皙 这种蓝色系的连衣裙 更显得整个人充满了女神饭 裙子是蕾丝边设计 也是显得很性感撩人 同样是白者连衣裙 加上可爱的丸子头发型 也是显得俏皮又活泼 这种不露的装扮也是很美很优雅 这样也不会显得很瘦弱很骨感了 依然美美搭 娱乐圈中明星个个都是时髦巾 所以难免有撞衫的时候 最近新疆美女古丽娜扎在年会上的一身礼服 和周冬雨也撞衫了 其实两个人穿这一套礼服都是相当好看 娜扎长相甜美妩媚 穿起这一身网纱的小礼服看起来特别撩人 女人味十足 周冬雨是属于那种很有灵气的女孩子 穿上这一身礼服看起来非常有灵气 显得她乖巧可爱 再戴一顶贝雷帽 看起来特别有领家女孩的感觉 周冬雨的衣品真的好了很多了 这一身淡蓝色碎花的小礼服看起来非常甜美 也显得她很白 蓝色也是看起来特别有清新感的颜色 加上她那一头短发 可以